沒想到早點會有桌邊服務 鮭魚的油花的消味 這個光濕的鮭魚片 它這一片就這麼厚 這麼厚 這應該有四公分吧 至少 月餅裡面的料全部通通都在裡面 這是月餅三明治耶 太好吃了吧 太好吃了吧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小姿女孩 小姿女孩子芸呢 遊走在台北街上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夢想 就是肚子餓 身為一個大胃王呢 半夜被餓醒啊 然後宵夜啊 早餐被餓醒 這都是很正常的 那今天我要執行我早餐被餓 今天我就先上網查了一下啊 台北必吃的五大早點 聽起來很厲害耶 因為他們家的三明治啊 非常特別 它是創新台式的三明治 這麼厚 比我的臉還要厚 還要厚 那我今天就要來挑戰一下 我們這樣一口就把它咬下去 在進店家之前呢 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導啊 那就是呢 小姿女孩的頻道上架啦 請上YouTube搜尋 小姿女孩這邊 然後記得要訂閱 然後小鈴鐺喔 給你們參考一下 左邊 右邊 Facebook YouTube 然後中間是子芸自己的粉專 也要Follow一下 還有IG好不好 好 謝謝 Let's go 好大喔 真的好大喔 你看 是不是比我的臉還大 有沒有 一定有 沒有也要說有 因為我臉很小 真的超級大的啦 是不是非常欠失 果然是台北必吃的五大早點之一 然後我剛剛一走過來啊 就發現說 前面遠方一個綠意盎然的餐廳 一走進來 再想簡約風格 整個人都神清氣爽起來了呢 現在我要開始吃我的早餐啦 今天我點了三份早點 剛好而已 沒想到早點會有桌邊服務耶 多少 好香喔 鮭魚是一三明治 炙燒 對啊 現場炙燒的話 直接炙燒 好香喔 鮭魚的油花的香味 吃早餐怎麼可以這麼高級啊 好香喔 不說 我還以為我在 東京的高級壽司店 再一次喔 好香喔 不說 我還以為我在東京高級的壽司店 那這樣就可以享用囉 謝謝你 哇 這個太罪惡了吧 台灣人都非常愛吃鮭魚 像我的就是一個標準的鮭魚控 吃魚就一定要吃鮭魚 你看看這個厚度不誇張 有三明治非常厚之外呢 你看 這個光濕的鮭魚片 它這一片就這麼厚耶 這麼厚 這應該有四公分吧至少 開動 開動 要考驗我大嘴 我可以的 我不誇張 這根本是炙燒我的含司啊 超好吃耶 你咬下去的時候啊 你會先吃到外面 它這個麵包皮 它外面就是烤得有點酥酥的 然後中間非常的嫩 接著咬下去 那個鮭魚的油花香氣 會在你嘴巴爆開來 它的鮭魚其實它是炙燒過 但是它中間還是生食 因為它是生食等級的鮭魚 它是從挪威來的 當天補貨之後呢 處理好 放到真空包裝 隔天就送來台灣了 昨天在挪威 游來游去的鮭魚 今天就游到我的肚子裡面了 而且店家啊 它為了要呈現它非常原汁原味的 香氣跟口感 他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呢 它是直接半盒的鮭魚拿出來喔 我這樣子的分量就是半盒完全沒有切片 所以才會這麼的厚實 用橄欖油啊 還有鹽啊 稍加做調味 兩面簡單的煎一下下 上桌的時候 再炙燒把香氣整個逼出來 是不是非常逼人 我光早餐就吃得超級頂級奢華 一般啊 我們吃三明治的時候 最怕吃到的就是那種乾乾的口感 但是它非常的濕潤 都是來自於那個鮭魚的香甜的油脂 又健康 接下來呢我要來吃這個 藍莓乳酪豬排嫩蛋三明治 所以我剛剛聞的時候 除了聞到它的豬排香之外 它最重要的香氣是來自於 藍莓醬 身為一個仙女XX 你一定要知道一些健康食品的東西啊 因為藍莓啊它可是時代雜誌啊 評選十大健康食品 它就是北美的藍寶食 只要吃藍莓呢 也就是會水噹噹的意思啊 嘴巴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一口把所有的食材 原汁原味的放在煮飯裡 這樣我可以知道老闆 最想要呈現的美味 真的超好吃的 我發現他們家的豬排啊 炸得非常的不油膩 非常的清爽 因為它外面啊是有點那種炸過 有酥酥的口感 然後中間是很紮實 很有嚼勁的那種 他們家的藍莓是自己煮的 像我之前去捷克的時候 就發現啊 像歐美那邊 他們吃豬排啊 或是肉類的料理 旁邊都喜歡放一個野莓醬 莓果類的 但是不管是捷克的莓果醬啊 還是台灣的醬 都是那種把它煮得有點狗狗的 像糖漿那個樣子 他們家的完全不一樣 他們是用整顆的藍莓下去煮的 它這樣慢慢的把它煮到透掉 所以呢你可以吃到它一顆一顆的藍莓 搭配它的豬排啊 讓整個三明治吃起來都非常的清爽 去有解膩很好吃 這個厚度真的是很可以 完全可以滿足我這個大胃王 你以為就這樣子而已嗎 早餐就沒了嗎 我還點了一個超級厲害的東西 一般外面看不到的 這是什麼 芋泥雙鹹蛋黃肉鬆三明治 你看我剛剛講了這麼多料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根本就是月餅啊 月餅裡面的料全部通通都在裡面耶 這是月餅三明治耶 你看 還有兩個小愛心 然後兩個放起來就變成 幸運草 這是非常的少女心 感覺我今天一整天都會很拉挺 很誇張 你一入口就是滿滿的那個芋泥 整個充斥爆炸在你嘴巴裡 非常的香甜 重點是他們的芋泥啊 處理得非常好 它非常的綿密 濕潤感很足 不會有那種粉粉的感覺 整個鹹蛋黃的鹹香 會把芋泥的甜整個提出來 我跟你說這兩個食材 店家也都是非常用心的 像它的芋泥啊 它直接撈一整球然後放上去 就是沒有再跟你開玩笑了 然後再往旁邊這樣塗 所以你整個會吃到它一整球的 滿滿的芋泥 再來呢它的鹹蛋黃啊 可是先煎過的喔 它是用鹹鴨蛋取出它的鹹蛋黃 然後再把它捏成這個可愛的 愛心的形狀 簡單油煎 主要是要把那個鹹蛋黃的鹹香氣 整個逼出來 店家還滿用心的 像他們的肉鬆啊 用的就是細的那一種 而且比較濕潤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不會太乾 然後卡喉嚨 整個吃起來就是超好吃 美味的餐廉 就要用美味的飲料來搭配 他們家的飲料也是不簡單的唷 光看就覺得好美喔 完全是網美可以打卡的飲料耶 除了美麗之外呢 也是非常健康的喔 你看這個藍莓泡泡 好美喔 光這樣子嚼你就覺得好療癒 你看它的漸層色 我吃得到它一顆一顆的藍莓耶 它不像是外面用的那種藍莓果醬啊 加氣泡水調成的 是藍莓本身的甜味 不是果醬的甜味 所以你整個喝起來啊 格外的清爽 非常適合搭他們三明治 很趣有解膩 再來呢 最後壓軸的飲料 鮮椒糖爆米花奶昔 哇 螞蟻人真的不能錯過 這看起來非常澎湃耶 我先從爆米花開始吃起 很可以 我剛剛吃的那個是起司口味 所以它吃起來有起司香跟鹹鹹的 然後我現在吃的這個是焦糖口味 但它的焦糖啊 有那種焦糖鹹香感 它不是單純的只有甜而已 再來我要來喝喝看它的奶昔啦 你看它爆米花用料多實在 來 我先堆到旁邊 我從側面就可以看到這個我最愛的焦糖 我不想講話 其實我是有點怕甜品的人 但是這一杯真的很可以 喝下去的時候啊 我可以喝到濃郁的牛奶香 你看他們家的奶昔啊 它是用牛奶冰淇淋 牛奶跟焦糖 然後打成奶昔的 這個牛奶的香味再搭配那個焦糖的鹹香 真的是特別的濃郁耶 早上喝完這杯啊 蚂蚁人心情一定會特好 來到這家店啊 我就像一個壞掉的鬧鐘一樣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時不時就會想你一下 太好吃了 我的幹話是不是很爛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適合當這個Ending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你真的來了過一次之後啊 你就會一直想一直重複想 所以我決定每天都要來這家早餐店吃早餐 再見 等一下 你還是要拿一個熱烤的 如果你看,還沒提醒你 你不得了 我不會一直去吃 你看,怎麼會 我照片